看了啊来接着继续咱的三把 smb.coff来看哈 有一个叫printable 什么东西 可打印的有什么叫可打印的 可打印的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打印机有关呢 所以说你这个位置如果写上一个printable printable等于yes的话 我写错了叫printable是吧 这代表什么 可打印的对不对 你这么射完以后是不是代表 得接打印机对不对 对吧你看你再重新服务 你就看不到它了 你就看不到它了 叫3b restart 你再看哈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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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了吗 你看见出现什么笑话了吗 是不是直接插了 你再来访问你看能不能访问得了 company 是就无效了 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不能写哈 不能写printable 你接打印机 你得改成no啊 你得经过其他的设计才行啊 就printable就ok了 那这时候再来访问 没有怎么这样 来company完成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个是跟跟那个打印机有关的哈 跟打印机有关的一个参数 好 完了以后来 这是share模式 是不是咱讲完了 share模式讲完 再看另外一种哈 另外一种是要求用户密码的 对不对 要求用户名密码了 那这个位置应该security写成什么 user 那写成user以后 写成user以后 你看哈 直接保存退出 那现在你有三把账号吗 没有 注意三把账号 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有个特点是三把账号 就是没有独立的账号系统 他只有这个密码的系统 他是不是只有一个 password backend什么的 就是密码 是不是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说三把用户 必须是系统用户 什么意思呢 你要想为三把建一个账号 必须首先 useradd 在系统当中建一个账号 比方说建一个叫叫叫叫叫 时正文 有没有时正文 什么已经存在了 那建完了以后 怎么办呢 三把 三三三三B pswd-a 时正文 这代表什么 添加一个用户 添加了三把 一二三 一二三 添加一个用户 好 那建完了以后 再来看啊 我在登的时候 对是要重启服务是吧 修改WinP纸文件 是必须重启服务 好 那又建应收网络驱动器 这个在登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加company了 加company这是什么 是不是共享目录 可以访问 可以访问共享目录啊 你看 这是在 在完了 是不是还是直接就能访问共享目录 对 共享目录 是不是不需要输入用户密码了 对不对 好那我再来一个 我要访问这个石正文 那怎么办 直接加石正文的名字 懂吗 直接加石正文的名字啊 一回车 什么情况啊 怎么这么读啊 我不得断一断啊 断一断 你发现这三八五盘 你一连连过来 是不是就跟你本经理牌一样 跟个U盘是不是都一样 这个这个意思啊 好都给他断开 然后哪个店 这还有个石正文的 没连上 说什么呢 石正文写没写错 石正文 这我不让我访问了 哦 我知道了 你说 那个目录 那个是你证文 对那个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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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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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呃 来 杠地 访问石正文啊 实际上他访问的是什么东西啊 石正文的加目录 对不对 嗯 诶 诶 诶 怎么变成这样 哦 是 应该就是这样啊 这个后面下的套 我看是不是也是这样 都是这样 啊 石正文这个目录 石正文 石正文 我来看一下灯的时候 他报什么错 呃 对我忘跟你说了哈 查看一个日志啊 Warelogs 这个这个message 这是你这个系统认识啊 有什么问题 去他这下面看啊 或者去各个服务的目录下看都可以啊 来 你看这个这个 我把这个给关掉 来 咱再来灯一下 右键 应收网络驱动器 这下面这个 我灯的是 石正文 是他吧 啊 11225石正文 来 我一回车 好 这家也不过错啊 我看哈 是不是这个这个三把是不是加的时候出问题了 PSWD-A 石正文 我我加一个其他用户 UserADD这个这个这个叫李承广啊 李承广有没有 李承广也有啊 三把这些全都是这么长的名啊 UserADD 李承广这么小啊 可以李承广啊 3B PSWD-A 李承广 123 123 好 是不是加完了 加完了哈 好 加进去以后 咱用李承广来灯一下看看 李承广 这也不让灯啊 哪出问题了 common common 这也不让我看 我看一看哈 是不是又是咱配置首先肯定是没问题的哈 这样这样这样我不加用户名我看行不行 我选择这个使用其他评级连接完成好这不是谈用户名义码了啊 对吧 李承广啊 123回车 提出我这个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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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接 我都哦我可能登陆方式有问题啊这样我这样写 可叫里程广 里程广 然后完成 来 这是不是出来了 刚刚刚他妈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来你看啊 刚刚可能是少勾选了个东西 在这 这个映射网络驱动器 这位置写啊 是不是写里程广 还是什么正常的写啊 构像这个啊 使用其他凭据连接啊 完成 是不是弹出来了 里程广 然后123 一回车 你看这是什么 这一堆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就是里程广 加目录下的东西啊 ls-a -a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堆东西啊 bass什么logout 什么之类的 genome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文件 这是不是就里程广 加目录下的东西啊 你看我在这下面 建一个 叫这一堆东西 建完了以后你看 在服务端 看 home下的里程广 这个目录下 你看这个文件 哎呀没有来吗 home下的叫里程广 对不对啊 你看过来了没 是不是过来了 对吧 没问题啊 那有的同学有没有疑问呢 说我里程广这个目录来看啊 我用户来访问的是不是里程广这个目录 但是我访问的时候 你看这个其他人不是对这个目录没有权限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不是错了啊 叫里程广 用户访问的是不是这个目录 那其他人对这个目录不是没有权限吗 我用户访问的时候使用什么用户密码进来的 是不是就是里程广用户 然后输入这密码 所以说这个链接他的身份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里程广啊 所以到他他进进到我这个系统以后啊 他是不是就是里程广用户了 里程广用户对自己的家目录有没有读权限 有没有写权限 有没有写权限 是不是都有了 没问题吧 就这意思啊 好完了以后再给你讲一点啊 这个就就就就就就过了啊 再讲一点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建的里程广用户是为了让他使用我这台机上的三把网盘吧 是这意思吧 但是你刚才建出这个用户 这个用户是不是一个系统用户 是这意思吧 它是一个系统用户 并且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户啊 是不是可以登陆操作系统的用户 但是你只想让这个用户是不是能登陆三把就可以了 所以说怎么办呢 这种用户 sbin下的no login 怎么办呢 让他不能登陆操作系统 那这个用户建出来以后 虽然是系统用户 但是他只用来登陆三把用 懂这个意思吗 这一种安全策略啊 你再看现在 他不并不影响你这个这个这个他的一个使用 注意把这个勾上啊 这个勾上 他并不影响他的使用 没问题吧 好 那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就没完了 这个就完了 他就可以当做你的网牌来用了哈 这两个断一个就行了 大家就 都是一个 啊 好 就给当多网牌用了哈 好 那 咱的课程就就就就就到这了哈 这个计算机 这不是这个计算机基础的课程就到这了哈 好吧 我等了半天 老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意思